看一下这个路 对于我来说是反方的 我们试一下 点 行 这个皮呢 它是这层这里过来的 树 你看它这个树 好有意思 它是这样子的 你看 我们给它稍微下面加粗一点 这个点在这里 以外讲 这个树应该在这个点的左面 对吧 好 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是一条红 这条红不让它收粗一点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不清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个点 可以给它这样一个角度 复路收洗 你看它这条红肯定是靠上一点 让它往下压一点 好 树 这个点在这里 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调点 你发现 我这个点是不是靠上了 调点 这个地方我们也看不清了 怎么办 看不清了 不要紧 我给它补一下 路 就这样 这个点可以靠下一点 这样看上去也还可以 是吧 原天是它右面是时间的靠上 有没有发现 人家写的弦 那我们给它 适当调了一下 路 大 你看它这个大写的多漂亮 多么的舒展 所以我们要灵帖 我们要学古人 诸位 最美的汉字 都在古碑帖里 不要去学金人 你看它这个皮 静人 你只可以借鉴 这个皮 逐渐是这样子 不能突然变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纳 这个纳上 它是从红颗皮的交界点 偏下一点 这个纳系的 你看它这个纳的 这种感觉 跟有生公司 截然不同 对吧 大 好漂亮 对吧 我领带 稍微插一点 好 富 看一下这个富人的富的写法 其一笔 它是方的 这个地方 要能看出一点 这个东西怎么讲 有的时候 有可能是 踏背的时候 一些惨死 完全有可能 它要用这个什么 它要去 用这个什么 木锤 什么的 是不是要去 怎么讲呢 这个纳没有低于皮 是吧 好 再就有可能是风化 烫的人多了 它肯定 它要给它有一定的损害 对吧 夫人的夫 太漂亮了 好 这个字都什么 红 下面有注视 这个红子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 适当的 你看到这一块 我觉得这都是踏的时候 我的理解是 用什么锤 木锤什么的 敲打 可能给它造成的残损 我的理解 上面这块 写得比较粗 你看这里 我们这一块 不要太靠躲了 从这里 所以呢 前几天我写过一个章 就让它第二条红 最长的 也是书与手不好看 这是个弓的写法 你看这一块 口子 是不是很粗 为什么要淋 淋淋淋淋淋碑 你看它年轻时候的用笔 把它一些 好的地方把它取过来 取过来 吴阳君在这里 它这个货 这个纸呢 它写得很尖锐 那我们给它领点 稍微圆化一点 还是没有圆切 有味道 一 横 第一条横 你看它写的比较差 说一下 这样 第二条横 细点 竖在中间 你看它竖在这个什么 这个碾动鼻管 不愿意碾你就 转到手腕 再跳红 长一点 好 这个地方是一个皮 它写成一个皮 而且这个皮 它写的比较粗 横是有些道粗的 数 小架子 你看一下这个小架子 海星架 这样 这个点在这里 这个点在这里 好 那么这个什么 这个笔的齐笔 不要从这里走 靠右一点 你看到这里 你看 把笔锋立起来 转动 你看 我转了 将近一圈 往上一上 挑出去 撇在这里 这样 然后也是 向左 转动笔管 或者说 向 转动笔管 敲通中锋 那么这个地方 不能点个点 是吧 它依然是写了一个皮 这个皮呢 它就让它 跟这个什么 跟隔钩两个 相交 这就是个E 欧阳勋的这个E呢 这个红数表 再长一点 看上去 就像给它 再接起来的 那我写它 稍微空大了一点点 好 这是这五个字 一红 敷 大 鹿 鹿呢 一点干 我们就不看了 好 我们会继续把它领一碗 中曲吧 希望你多多关注 在这种精神下 我们能看到 这块呢 多少宽了一点 过有不及 一点过 好 好 我们就不看了